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杰森批發的鑼先生 說這批太陽之子 故意留給我姑姑 叫你叫鑼先生留給我們? 這裡的工人、工資 從遠古時代已經沒有加過 他們病了、傷了,完全沒有人來 之前他們都沒有投訴過 我就知道你搞鬼 但我知道你最近 為了運輸工人的事有點頭癢,對吧? 這件事我幫你調整 謝謝你 我早就跟你說了大罐丸的兩父子 不是好人了 爸爸之前害得我差點燒焦 兒子,你看 又害得你被人打青頭了 別人叫了底就做點事吧 警察正在做事,有證據才行 算了,還是皮外相理 不要再搞了,有丸子的 怎麼樣…有沒有破傷? 像毒眼龍一樣 你們兩個人來幹什麼? 不好意思,真是害得你糟糕 雖然不是我弄傷你的 不過我也有一半殺人 那個果腩,讓我讓你補一身 燒了… 算了,你們也有弄傷的 來急症室,要不要把果腩送去探柄 婆婆,你不值得嗎? 吃水果一分時間嗎? 這麼不值得 又是蘋果、橙 豈不是你那裡賣不去的過期 貨堆賣一堆地送過來 貴姑,你就過期了 什麼?你說什麼? 我那裡的貨不知多新鮮 士多啤梨有士多啤梨味,橙有橙味 比你那裡賣的蘋果 跟你心一樣都是酸的 向人道歉要誠心誠意 說話要謙恭有禮,大方得體 是的… 兒子,你先走了,盡料 要做的事做完了 李樂兒 是… 我,李樂兒 聽說阿賢受了傷 你知道他發生什麼事嗎? 知道,他說謙恭有禮,大方得體 橫體碟體都是個醫師 你說什麼? 誰知道嗎? 不過他傷了還可以說這個 不是人說的話,這次沒事 先走了 阿賢,阿賢,阿賢沒事吧? 沒事,只是小事,出來吧 阿賢 蔡仔 沒事 皮外傷而已,醫生說很快沒事了 不是啊,聽人家說你被棍波暈倒 真的沒事? 我被練鐵頭功你知道的 不用理他 姑姑,這個是旺有財,中學同學 姑姑,坐… 你好 你好 對了,為什麼果欄開大片這麼糟糕? 應該是駝地搞事 油麻地、駝地、黑龍 你怎麼知道?你認識他的? 冷靜點,我不認識他的 我聽人家說他是渣費人 那就是黑社會入侵果欄? 我們剛才入果欄做生意 別害怕我們 高姐,無論如何都好 我們一定要守著爸爸的欄 怎麼不用這麼緊張 又不知道單件想怎樣 如果他一搞事的話,我們一定會做事 這樣也不算搞事? 為什麼他無故有賣人來趕那裡搞事? 是呀,聽人家說 好像是油麻給黑龍,你認識嗎? 什麼龍?是那個什麼水? 叫什麼Kent? 應該是用以前的小子加醋而已 他在這裡的時候 我們一向都傷害無事無事 人走就查糧,舊他走了 他走了,當然是新人士新作風 我管他是黑龍還是無蟲? 我口水堅在那裡幾十年 一群手足和我同心協力 無論是火足停電 都和我齊報向前 他動我的人,他就要動我 動我?我不跟他死過 阿堅,平時見你對他們呼呼喉喉 又想不到你多著緊他們 當然,薩哈拉和孟炳 薩薩又便宜,又熬得又辣又得 你弄得他做不到事 誰做我的事?不是我做? 他夠膽就是你 一腳踢他出果欄 之前他上來的 在果欄未發生事之前 他上來找過我 看他的樣子都是賊人士沙包 看看可否插著他進果欄 好 鳳寶寶,阿靖 這個人不是善男順女 可以不惹他就不要惹他 要小心點 知道,唐叔… 豆,我最壞上次的兩個一高一禮 走出去隔壁一小 不然我們現在在果欄插旗吧 就是 果欄一向不是很簡單的地方 不過遇到問題就應該要解決吧 查到那條茉莉什麼水了嗎? 查過了,那條茉莉就是大罐欄 馮大堅的兒子馮寶 個個叫馮寶寶 馮寶寶?有馮素球嗎? 拍戲嗎? 拍到這邊好嗎? 浩灘 丁哥,什麼事? 來,過來坐吧,找一舖 好啊,我先點 十對 沒人告訴你,輸了要被人禁一巴掌 看到了,有雙手才好玩的嘛 別聽得出來… 看什麼輸了,不用喝嗎? 輸了就喝吧,喝吧,看 胡他,回去工作,不要玩了 你怎麼突然叫我來這裡吃東西 聽說這裡的鵝鞭也很棒 就叫你過來試試吧,你試試看 你來這裡是否吃得太少好東西 好吃呢?先試好那個蠔餅吧 早上才吃完,還有什麼其他 你想吃什麼就自己點吧 先拿個餐牌看看,好嗎? 老闆,請拿個餐牌來試試看 大哥,就是你妨礙我們嗎? 老闆,撇吧 先吃完吧 先吃完了 你知道為甚麼他們做的嗎? 這邊… 這邊,走 走 這邊 王友才,你不懂路就別亂帶了 你說現在開始報警, 過不過一次? 問了什麼? 很喜歡跑, 是吧? 跑啊 Kent說, 有沒有辦法談? 你說? 沒有 警察 整班牙幹什麼? 跑啊 快點 快點嗎? 合拾回去 是 走, 叫你走, 快點 好暈… 警官, 我真的被他們打得很傷 你看看我的手幾乎被他們打得脫掉 雙腳幾乎被他們踢斷 還有, 雞心這個位置 打揹兩吋, 我隨時死得老了 是呀…打到現在癡癡癡 想出入青山嗎? 你看 他很餓, 他很餓, 他很餓 我現在是警官來的 別說這麼多廢話, 說些正經的 他們幹什麼打你?說 警官, 這件事說起來就有個估計 話說有一天, 這兩條混蛋 帶一群人來過欄搞事 他們三尖八角的, 當然讓我們趕走 這麼大聲, 什麼事?是警官 警官, 又來了 沒有, 其實我在尤馬底肚生肚長 我和唐叔也是好朋友 他有問題, 我就不幫他 你是不是上路? 唐叔怎麼會要你幫他? 你快點問我 你也是 坐下 老公, 坐下吧 哈官, 你想怎麼樣? 等等 你又開賭檔, 又賣毒品? 你別以為我們什麼都不知道 說吧, 去果欄幹什麼? 不是榴槤 去果欄不是賣水光也賣沙嗎? 這麼多人去買榴槤? 不是買一個 我買幾箱, 你看我藥責簽簽 我不是不帶男人去搬嗎? 你沒事吧 大康傑 是 小子 小子, 要勞動到林Sir你出現嗎? 就是證明你那幫夥伴沒料到 是呀, 小子 小子, 只要被那幫夥伴請你回來 你真是還沒夠火候 不及你前老大, 陳正勇 什麼唸不到?說了以前 不是嗎?如果你要下責任的 你快一點, 我的士兜很貴 我一定會 左燈道金浦劫王 永昇李藏獨岸 新田地街斬人浪 你儘管搞吧, 隨便一宗就夠了 我把你整個字頭都解僱 隨便一宗? 隨便一宗就跟賣洛藥廠沒什麼分別 那你多買幾棋吧 我怕你榮休的時候沒機會見到我 Madam, 為什麼他可以站這麼久? 是嗎?坐下吧 谷熙, 這樣也坐過帶行劍 進去真是不值得 你現在沒什麼點傷, 他又不是斷正 他是孤兒子, 他進去哪兒這麼熱 看他的樣子, 很大機會回來復唱 你不用擔心 剛才我看到林Sir跟他撐得這麼暗 他現在知道警方盯著他 他應該不敢亂搞事 那倒是, 剛才那傢伴 真的被林Sir吃煮, 瘋了皮 你不知道 你不用擔心 看你這麼有台縣 又說跟你爸爸吃過夜粥, 靠什麼? 我有什麼怕?你懂什麼? 我們這些集武之人是練武德為先 不是練習和人打架的 那就是有武德, 但是功夫不行 我這些叫做內念, 心藏不露 不是隨便出手傷人 威姐, 況且好武功也不代表可以被人 委託的, 是不是嗎? 你是這麼心藏不露 我就不用幫你想一條引蛇出動的招式 說什麼?什麼引蛇出動? 其實今天所發生的事 全都是小狼女的一條招式 最壞上次有兩個一高一乃 長出在近的一輩子 查到那條茉莉什麼水了嗎? 查過了, 那條的茉莉 就是大罐欄, 馮大堅的兒子馮寶 個個叫馮寶寶 之後葡萄告訴我 大哥Kent想對付你 我就跟小狼女商量一下怎樣幫你 我們知道暗戰是難防的 唯一可以令大哥Kent不再搞你 就是將他擺上桌子 我特地要你去大哥Kent 整天打一等那間打欄店吃飯 當大哥Kent想走的時候 我就特地大喊, 忍他的注意 為了拖延時間 而且不想你被他打傷 所以我特地帶你跑了幾條後巷 到最後才帶你去一條崛頭路 在這個時候 警察應該差不多了 幸好警察及時趕到 而你只受了一點傷 雖然他今天不是斷席 但最低限度 也讓警察知道他想搞你 他知道警察盯著他 他不會再搞你了 總結來說, 你也算是安全的 厲害 你這個死小子 你幹什麼?你幹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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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 指手 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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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撿來吧 什麼事? 小心… 什麼事?你疼? 你疼? 別吵了… 你怎麼這麼傷? 說 那個大哥Kent一把小子打我 打我兒子? 不用…不要,不要搞那麼多 他們比我還傷 而且因為這件事 他們已經被警察監察 怕有一段時間都不會讓我們搞事 阿寶,你真的被人打得值得 這麼值得你被人打? 阿寶不是這個意思 只是不打也打了 這樣可以令那些人不敢再搞搞振 比白打好 阿寶,你這次真的幫了果欄的大忙 為了果欄,我萬死不辭 沒事吧? 小心 我現在周身骨痛 醫生說還要做X光,老嫂廟,磁力共振 這麼多? 總管不知道要醫治多久 這麼大婆? 現在的醫藥費也挺麻煩的 那怎麼辦? 棠叔,你知道我爸爸一向都這麼瘋狂 我省了省了就留給你 不知道商會可否補貼我們的醫藥費 如果商會有補貼,那就不要壞 放心吧,醫藥費我幫 這樣就不用了,堂哥 畢竟他都是為了果欄受傷 我出賣 預賣 我們也出賣 好…謝謝… 現在我才知道 當日光叔受傷的時候多麼淒涼 這次幸好大家幫我 不然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寶少,你又不用這麼誇張 你和光叔也不同 不同的,又是一對手一對腳 受傷了,想找人吹一句水也沒有 衣服破壞了,拿一枝針也拿不起 熬了一大半輩子,沒人沒物 到死了,連找個人記得自己也沒有 我也不想記得你,開工你就石王 下工你就找孖伯 小心… 小心… 你到底想說什麼? 我不是說我 我是想幫工友說說話 你們想想 我現在弄成這樣,都這麼可憐 他們大部分都是手停口停 沒有依靠 你想想,如果沒有保障,多淒涼 其實大家合作了這麼久 好話不好聽 從黑頭髮做到白頭髮 我們也不想弄成這樣 不是我們想欺負他們 就拿勞捕來說 他們個個都是炒賣,每晚水流殘 你叫我們怎麼幫他們? 怎麼幫? 哥叔… 保障的事,買個安心而已 就像這次你們合作錢醫我 我們可以搞個基金 每個月大家拿一點出來 如果有需要時,就把工友拿出來應急 這個提議不錯,對嗎? 好 對,想得到 管得到,我們支持… 先坐下… 坐下… 那我就代那些工友,多謝大家 搞得這麼久,已經成立了基金 起碼都要對我們有個保障,對嗎? 對… 不過,我寧願交運費了 實際有錢 慢慢來吧,辦事就起頭難 其實要那些老臣子一下子改變 根本就不可能 不過今天一小步 就是明天的大大步 樂觀點 老闆… 不知道我們什麼時候才能挺直腰 走到幾步 這件事挺不直,很簡單 老闆姐,我介紹媽媽幫你出火 到時候包你回家 發聲 發聲,發聲,發聲 發聲,發聲 快點了,接近了,媽媽 發聲,快點了 陳雷 是 海哥,聽說你們和爐主和解了 是不是可以復工了? 是呀,有光顧 今晚有批貨賭 進去搞搞吧 好 來,搞吧 聽說你被人打得像木乃伊一樣 原來是真的嗎? 你會不會搞錯了? 我們這些這麼帥的 就是外國僵師,木乃伊 其實他是想幫工友拿點保障 所以特地扮到禁傷 來批貨賭主同情 原來他扮貨賭? 還等那個人在我面前 說得你革命英雄 哪有這麼誇,人文英雄好 好了,誰這麼誇張就沒有我 不是我 天叔 真是相信你一成的傷木失 你這樣騙了一群雙匯的小朋友 弄得這麼大,怎麼收貨? 不行 我似乎是醫生叫我做很多很多檢查 又沒有劃過斷手的腳 倒是吧 不是說檢查完之後,原來沒事 皮外傷而已,就在那裡掘 這樣也可以? 行,我真的有去做檢查就有交代 況且最重要的是 棠叔說那條數是他剝的 你這樣騙人,不覺得可恥嗎? 不覺得,你明白嗎? 我揮血棠叔,把你推出來 那倒不好,萬一弄錯了基金 弄得工友沒有保障,怎麼辦呢? 喂? 羅先生 上次的雪茄、草莓、泰陽枝、芒果 這樣就好賣了 還有新貨嗎? 長野軟炊肉提子嗎? 好啊 吃一張黑麥瓜? 好啊 當然要多多益善 謝謝… 怎麼樣? 又有新貨買了 太好了 老闆,怎麼了?看著蝶粉騙一聲 不是,腸粉很滑,叔叔 什麼事? 來…新煎滾熱辣辣,魚片粥 真棒… 怎麼了?堅哥,不合適嗎? 我煮那個 好,順便做兩片鴨烘 油通粉蓋灰燉,煮柏龍湯底 我跟他一樣,酒通粉蓋著蝶子粥 有魚片粥 每天都魚片粥,我想跟蝶子粥 多加兩片鴨烘,俱鋒 你們倆… 你們這兩隻鴨烘,別這麼過分 小龍女有人朝到夕服侍你們 一點怨言都沒有 這麼純品的人去哪裡找? 你們還要當人家四這麼小? 媽媽,別生氣… 你們倆吃什麼?吃粥嘛 吃古董,行…我去做 堅哥,想吃什麼? 堅哥,不用餓了 為什麼? 我真的想來想是想不明白 我們光顧健身這麼久 羅先生有沒有打電話下來? 大巴落了來拘捕多久? 羅先生為什麼會留貨給他? 你說? 不對,那個羅先生跟小龍女很聊得來 還說經常約他打什麼台灣牌 不是吧 不如讓我們果欄小龍女出馬 跟朕朕是否在拉近的關係 有得想 你跟羅先生那些衛生麻雀聊聊聊 聊得完就不會只有和風 拿獨家課了 你不是 你那個犧牲式常好不做這種事 搞筋青玉劍 出淵污泥不染的,知道嗎? 人家畢竟是黃花歸類 你們怎麼可以叫人家做這種事? 這樣又不是沒法想 這次關乎大罐欄的生死全無 多了就沒有,犧牲一點,應查一下 彭桃幫幫忙 我靠你 羅先生,戴半安的羅小姐 羅先生? 羅先生 Rosemary,怎麼穿得這麼漂亮? 我幾乎不認得你 來…坐… 怎麼這麼錯當? 我沒有見你來探望李朗 順道進貨吧 你進貨打個電話來就行了 我們是一場老主顧 一向我們健身 給大罐欄的貨是最漂亮的 我當然知道你對大罐欄好 所以今天我想要的貨很簡單 我想要日本長野縣的脆肉提子 和北海道直尺的蝦蜜瓜 脆肉提子蝦蜜瓜? 對不起 這兩隻貨都要早三個月訂才有 不適合 對嗎?這輪白桃和皇帝芒都不錯 要住十雙八雙 人家就是知道那些貨難求 才今天特地上來 你幫忙找的 你說,有什麼理由 說那些黃蜂蜂有得賣 我們大罐欄不能賣就行了 貨只有這麼多 賣了給別人就沒有了,是不是? 我剛剛有些重要的事要處理 麻煩你呢?有什麼要訂 你就和我的秘書Kella談,好嗎? 好 不好意思 Kella,和我招呼Rose Mary 謝謝你 謝謝 這次真是傻鬼傻馬 我一直都有,有沒有徹底失敗? 熱鬧的衣服,黏得閃閃閃 又穿了什麼死人高跟鞋 沒有車的 真是傻鬼傻馬 這麼心急,去哪裡? 原來這車是自註症嗎? 等等… 謝謝… 小車的心在哪裡? 幫我跟著前面的車,謝謝 你怎麼搞的?吃午餐就太晚了 下午茶就太晚了 那是幹什麼呢? 小聲說,大聲笑,非奸即賭 笑吟吟,嘴角含春,不妨好人 怎麼樣?有沒有事? 沒事… 是不是這隻? 不是這隻,是這隻 這隻… 行不行? 沒事… 我們上去先看 好…快點上去 搞什麼?今天不跌膊,假裝跌倒 肌同情是有 還不是開房 請坐… 你有沒有看到一對男女 剛才也進了哪間房間 男人看著眼鏡,像紅灰塗一樣 這些怎麼可以告訴你? 這樣呢? 七明兒 好,謝謝 小姐姐,麻煩你幫我開了一盒 請物打擾 那些字是死的嘛,人是生的 小姐姐,幫你一次,麻煩你 誰呀? 收拾房間嗎? 正在做正經事 我…我一會兒再來就不行了 不用了,今天你不用收拾房間了 謝謝你 太太,我已經盡人事了 你自己收拾吧 我…這隻是否去呢? 我…不是太太,我是小姐 為了跟你在一起,我可以什麼都不要 我不管別人怎麼看 要說就由他們說 因為我知道你一定會給我幸福 你這麼臭丫頭 夢幻動靜一狗男女 不行了,快點回家 你告訴他吧,知道 我真的以為你會給我幸福 但是為什麼… 為什麼你要騙我? 你曾經說過 當山茶花開的時候 你會帶我去看 當流星畫破長空的時候 你會為我許願 但是為什麼 現在留下給我的 就只有你一點信 為什麼要離開我,離開你這個世界 既然你不肯留在我身邊 那就讓我留在你身邊 演得好…就是這一場了 謝謝… 我太太自從看了你演這場戲之後 她就不希望在人生裡有什麼錯失 所以她就答應了嫁給我 你還記不記得? 我記得,春夢未了情嘛 是呀… 這場戲是我看這麼多戲裡面 最喜歡的那一場 不過看一次哭一次 你老婆也跟我一樣很喜歡看的 自從我太太患了腦退化之後 近的事物她就已經忘記了 老婆,甚至連認人也認不住 不過之前的事物她就記得很清楚 老婆,我希望在你還能說話 還有感覺的時候 我想替你重溫一下我們甜蜜的回憶 好嗎? 老婆,我叫阿輝 是呀,我叫阿輝 她寂寂了我的名字 老婆,我叫阿輝 阿門,怎麼這麼遲呢? 先看一場球賽嘛 你有什麼好東西?和風流又好東西 來來去去,又是那些貨色? 這次不同嗎? 這次是高質素東西,逆街貨我? 不買也去看看吧 是真的嗎?是我要看看吧 不用用信了,好,你先試試看 死我了,對不起,對不起… 沒事… 死定了,整天躲在上面看房間 這場球擊,十二環分還是輸贏? 你沒有賣嗎? 算什麼笨蛋? 你全爆光了 趕快搞定它,車貨快到了 沙拉拉他們全都去了 不用了,我再拿回電話給我 就想吧 怎麼了? 什麼… 什麼? 笑笑笑, 笑吟吟吟, 前世人看一個男生 看我流鼻血這麼醜 給你 你這個臭小子 保心對面那個女人 別像坦哥露鼻一樣, 這裡是火爛 因為我們是娘家父女 什麼事?夏天熱鬧鬧 在廣闊工作當然是心碎心汗 穿成這樣有什麼問題? 如果我是男人, 簡直打太刺激 你先去做吧 好像你平時買水果、菜、波餅 那些傢伙也算了 現在還要做勾勾勾勾勾勾勾的男人 你想什麼意思?你知不知道是醜的嗎? 醜我當然知道 整個字在你的眼頭上, 怎麼會不知道呢? 別說了, 小龍女的醜樣子 你怎麼搞的?你發雞蠻的 我發雞蠻, 看見你穿紅色衣服 和我撞衣服 但是你穿得平胸麒麟臂 麒麟臂是小龍女, 麒麟臂 好, 用手指指 怎麼樣? 我喜歡指 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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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子 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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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子 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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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子 一字句 什麼?堅哥 你知道為什麼你沒有貴價貨賣嗎? 就是他為了獨屎生意 和羅先生跑去上房了 你沒亂說, 我們沒有欺騙我姑娘 阿玲, 你有沒有看錯? 是呀… 老婆, 你現在不是跟蹤我嗎? 什麼?我親眼看到的, 清楚楚羅 是呀, 我和羅先生是去酒店訪問的 最討厭的是五三四的女人 真是影迷… 我問羅太太在一起的 有這麼多人嗎? 有相遺症 你們看看, 什麼? 羅先生和羅太太, 是我影迷 那天他約我去, 就是重溫一場 很經典的戲 讓他們重溫一下以前開心的日子 是你影迷, 你以前拍戲嗎? 我早就說了, 大巴也不是這樣的人 難怪我越看他很熟悉 你怎麼看見面? 波叔, 由麻地戲院撿了之後 你二十多年沒看過戲 老爸, 你就一樣 那時候經常借耳朵進去喝冷氣 叫他回答我, 又不肯 不是呀, 看看他從刺激那一套 春夢情味鳥當表妹的那個 是未了情 是呀, 未了情… 是呀… 你不是昇映了很多女朋友嗎? 你了, 不是 你夢了 是呀, 你了, 死夢了 原來這麼多年, 還有這麼多影迷 記得我 這麼多年, 你就這麼昇昇了 是呀…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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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呀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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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呀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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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呀 是呀, 是呀 阿Sir, 我是這裡屋主, 發生什麼事 屋主, 麻煩你應一下這個袋 看看是否來的 是呀, 是呀 情況就是這樣 我和同事在樓下走碟的時候 就記得一個女孩子很可疑 他說這個袋是他的, 還說在這裡住 我想請問你, 你認不認得他? 他說他是你的女兒 你這個臭丫頭 即使她是你的女兒, 你也不可以打 不要緊, 她打得慣了, 我不介意 別再打, 冷靜點 你這個臭丫頭, 這麼多人死不見你死 你要做警察, 你也死遠一點 幹什麼?現在說得你不對嗎? 錢是用來買貨和交租的 是你弟弟的生活費 你這個臭丫頭, 你吃屎吧 坐下 太太, 你是不是要起訴她? 對, 我要帶她回警局 阿Sir… 不好意思… 誰說? 我是這區的社工, 我們認識的 不如我先跟她談談, 好嗎? 好 謝謝阿Sir 太太, 你是不是要指控她? 指控是什麼?她是媽媽 別吵著, 我們正在調查 姑姑, 刑事要坐牢 怎麼樣? 她沒有偷東西 沒有偷東西吧? 好, 這些家事我們不插手了 我們先走了 謝謝Sir, 不好意思… 好, 謝謝 Madam 不要再打電話 行, 我會照顧她們的, 謝謝 沒什麼事, 我先走了 哥哥 沒什麼事, 我去看看 快去看看 菊姐, 放鬆一點, 女兒慢慢教 這個臭丫包, 始終他混蛋了 好像回來拿債似的 俗語也說一身而女債 有什麼事不對就談得對 那個臭丫頭讀書已經不成功了 我就叫她果欄幫忙 她又嫌辛苦 好了, 叫她正正經經去找工作 她沒有工作做得長 不夠三個月就扔不老 我真的不認識人家老母 菊姐, 果欄的生活日夜顛倒 又髒髒糟糕 哪有小妹喜歡做的 你多給她幾年時間吧 讓她長大一點, 她就知道你辛苦了 我真的不懂教女兒 我每天都踩十幾個鐘 好話不好聽 她胖了, 瘦了, 我也不知道 她在外面學好學壞, 我更加不知道 放鬆點吧, 菊姐 不用擔心 好, 大那個我幫你照顧 對了, 小的兩個呢? 去了哪裡? 去了報紮, 應該快回來 你就專心照顧兩個小的 大那個交給我 我幫你找到谷哥回來 到時候你慢慢跟她聊 不用了, 我等生小個 我去找你 妹妹 菊姐, 你來了? 你之前不是有一個同學 叫我挑選某條生小的Coco嗎? 她好像孖娟一樣 她是我小學中學同學 當我考了大學, 她沒有報大學之後 我們又少見面了, 怎麼了? 我剛才跟人家裡完成了 看到菊姐家好像有事一樣 就跑去看看有什麼事 原來是Coco偷了菊姐的錢 還搞得很糟糕,已經報警了 有Coco跑得出去 Coco跟他媽媽的關係一向不好 那他爸爸呢? 爸爸,Coco本身有一個很幸福的家庭 他爸爸有個貨幣 和菊姐在果欄做運輸 幫家仔送貨幣 雖然熬得很辛苦 但是生意也算是這樣的 剛才的電話是否是狐狸精打電話 你瘋了,什麼狐狸精 不要讓她知道我不回家 你瘋了,你瘋了,你會回大陸媽媽 是嗎?你是不是人? 你是不是人? 你拿著花菜刀,通了當我病毒老公 有什麼事回家說,可以嗎? 家裡?你還知道有個家嗎? 你已經滾得連老婆說什麼 你都不知道了 斬死你,林輝哥 停,停 柯仁哥,我跟你說 你斬死我,我死了,你坐牢 那三天犯不老,要被政府去看管 那你安心吧,媽媽 你這個混蛋 熬,你舊家裡就走遠一點 走了以後都沒回來 惡仁谷,我現在跟你說 我走了一定不回來 那三個子女當作送給你 那你開心了吧? 你別忘了,說了 ネシャ聰明 我不重新ちょ先 那次之後,Coco的爸爸媽媽來婚了 Coco的弟弟妹還這麼小 只有局姐一個要撐起頭架 一定很大壓力 何況她的性格這麼火爆 一定不懂得怎樣跟人溝通 所以那陣子Coco也有跟我說 她媽媽不是打就是罵 根本沒有好聲好氣過 為何又不搬? 太重了,我搬不動 當然,學人減肥,不吃飯 開玩笑就沒力了 你走一、二、三,別妨礙了 我二百元 你來過了,就問我拿錢 提款機現在,都不知道在找時間 不出來了,我拿不到錢 下次約吧,再見 你這臭丫頭,你什麼時候才學人生性? 又輸不了你,又學你不回 都不知道把所有人都聯繫了 你將來別讓人帶個桶回來找我 對,我學你嘛 要怪就怪你自己 你也要生我出來的 這臭丫頭 走啊 走啊… 其實Coco很乖,又會照顧小弟妹 經常被人打又被人罵 誰都受不了 其實菊姐很緊張Coco 只不過生活壓力太大 越緊張就越火爆 他有壓力,Coco也有壓力 又不見爸爸罵你時忍不敲罪 你好像想借消耗到我那一口 不知道,你覺得呢? 我覺得是 我覺得尤其不斷找理由 告訴自己為何他是這樣 不如找方法,令他不再不斷好 不愧是我妹妹,有做社工的潛質 不如做社工的操縱事件留給你 我要繼續做我的大小姐 在你做大小姐之前 你告訴我如何才會找Coco 他最近跟朋友開了一間模特兒 名叫Fly4-3 Fly4-3 救傷扶藝就是你的工作 你自己上武修圈 可以堅持人,所以我會找你 對我來說是比較好 其實我相處於事件 你非常之間 在那裡,你也很捨實的 很幻想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